伴隨著震撼莊嚴的音樂 練生活佛盧盛宴 在上萬名信徒的簇勇下 步入會場要來主持著 新春護國祈福法會 舉辦至今邁入第六年 盧盛宴就是希望能帶領民眾 一起替台灣祈福 也希望在新的一年 能有更多正向力量 這次的法會現場 還特別佈置了天燈時空回廊 練生活佛也親自提字 並邀請民眾一起寫下祈願卡 為台灣加油 我自己寫文章也是寫了很多 現在已經寫到兩百六十六本書 我是效法龍樹的精神 希望也能夠成就 跟龍樹菩薩一樣 盧盛宴長期以來對文字創作相當用心 每日一篇文章從不間斷 至今寫作邁入第五十一個年頭 他也希望能透過這些作品 帶給更多人正面力量 記者 華小平 蘇一歡 投影報導